糖尿病有哪些症状? 史莉娜,内分泌科,副主任医师 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由于代谢紊乱引起的相关的症候群 如多饮、多食、多尿、体重下降等等 在临床上,我们把这些症状称之为三多一少的症状 还有的患者会出现一些事物模糊、视力下降 有的患者甚至有外因部位的搔痒 还有的患者是在进行健康检查时发现血糖升高 所以糖尿病的症状分为典型和不典型的症状 典型就是刚才说的三多一少的症状 不典型的症状就是受模糊、乏力以及皮肤的搔痒等等 但是一部分患者临床上他也是没有相关的症状 就是大部分患者在门诊进行体检时 或者是因为别的疾病在就诊时发现了血糖的升高 这些患者往往一般没有糖尿病的相关的症状 专家提示 1.糖尿病症状分为典型和不典型的症状 2.典型症状有多瘾、多食、多尿、体重下降 在临床上称之为三多一少的症状 3.不典型症状有视物模糊、视力下降 4.有的患者甚至有外因部位的搔痒 5.还有的患者没有相关的症状 是在进行健康检查时 发现血糖升高 5.有的患者都是逆阅的 7.有的患者是在不典型的 5.有的患者是在这个患者是在 8.有的患者是在病人的患者是在